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 29号为中国军队完成撤离中国在苏丹人员任务 发表致辞指出 中国军队成功从苏丹港撤离940名中国公民 为保护在苏丹的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军队奉命执行撤离中国在苏丹人员任务 在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的协助下 海军南宁舰 威山湖舰 于北京时间4月26日至29日 从苏丹港撤离940名中国公民 231名外籍人员至沙特吉达港 人民军队为人民 中国军队永远都是人民的守护者 永远都是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